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冯慧敏传道 今天选读的经文是传道书十二章 也是该书的最后一章 这段经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十二章一至七节 是接触给年轻人的中稿 传道者劝说 人要趁年轻的时候记念神 并且要有行动 而第二部分十二章八至十四 是此书卷的缘结 第一部分当趁年轻时记念神 传道者用如意去描述年老衰败的光景 如传道书十二章三节的内容 提到身体机能衰退 包括手腰牙齿和眼睛 经文所述 看守房屋的发展 是指年老时双手会战斗不停 有力的骨身 有力的骨身是指腰部到年老时就挺不起来 变成弯腰鱼背 推磨的稀少就紫色 是指牙齿嘴着食物 有如推磨 尿尿牙齿脱落就咬不动 最后提及 从窗户往外看的刀昏暗 是指眼睛因老眼昏花而漸漸失明 这样最终人身体的活动归于静止 尘土造的身体终归尘土 人的灵即归于次生命的神 作者直次提醒 人在年轻时要纪念神 在容易受诱惑的年幼时期 更多纪念创造主 才能刺手自己 亲爱的姊妹 虽然我们会逐渐报入年老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积极快乐到日 并要懂得敬畏神 第二部分 谨守戒命敬畏神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生到头来是一场空 空手来也空手去 因此我们要在所做的一切事上 将神放在手位 以神为中心 因为没有神就没有一切 智慧人认识到 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 所以激励他们先去尋求神 接着传道者的真言 就激励人心古墓士气 一方面 有如牧人手中的刺棍 能够刺激人 鼓动人身体力行 及付诸行动 另一方面 有如牧人稳固帐幕所用的钉子 向人提供稳健的人生观 最后传道者的谍语 要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没有神的人生才是终极的虚空 让我们一起以主土吻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刺激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要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各道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